是半島一號隔離的一個樓盤 名字叫金輝順埔雅縣 前面的一座就是一中心的商場 平時想去喝東西 吃飯 那邊其實是很齊全的 前面這個就叫半島橋 晚駕那時就很漂亮 我們之前好像有飛過航拍 這個半島橋也是今年才做好的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晚駕駛給別人一個試肉面貌是非常漂亮的 均價是7000左右 你可以選低的 低的便便宜一點 我們再計算一個價單給大家 首期都是付200元就可以了 月供的話2000左右 如果低樓層的話1900元都可以做到 Hello 大家好 我是Muna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個 半島一號隔離的一個樓盤 它這個名字叫金輝順埔雅縣 金輝是一個上市的公司 但這個樓盤掩盤掩盤了兩年 因為它之前賣的價錢 一萬四左右的一個單價 掩盤了兩年之後 發現這個市場都是這樣 所以它現在就放出來 不過它也是做好才放出來的 金輝其實資金有少許問題 但大家也不用擔心 它現在是現樓狀態的了 所以直接過來低樓便可以上車 兩萬元首期便可以上車 它這個面積的話 就一個85方、95方和116方 三房到四房的一個面積 這個面積實用率其實是比較高的 而且它這個地段來說 就靠近這個一中心 和半島一號就兩格 半島一號就在對面了 我們稍後再走出去給大家看看 對面的黃色那些就全部是半島一號的樓宇來的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這個半島一號 它現在的單價就八千多左右 有些背肛 我們走出去 這個半島一號它現在是八千多一個單價 這裏就是低特價房源 六千多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它是無批膠房的 就需要自己去裝修一下 但裝修的話你就花過一千左右一個方 那就等於七千多一方的大裝修入住 其實它的性價比多是幾高 最主要它這個護營來說 實用率我覺得會比這個半島一號高的 我們面前這條就是北雲路 這個北雲路右手邊過去 就是到金秋路 金秋路就是往秋長方向去的 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我可以走前一點 這個位置來說 面前這個位置來這個一中心的話就很近 剛好被這個半島一號遮住 半島一號我們之前有拍過 它在樓下其實就是半島橋 過了那個半島橋就是一中心 這邊過去一中心也是五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的了 這個位置來說就比較中間的位置 它來這個惠陽區政府和秋長區政府 都是比較近的 都是五分鐘左右 有政府在的一個位置 都一定是中心的位置 那麼金輝集團呢 怎樣說 它之前就欠了很多錢 聽說它就是 兩年前就欠了三點幾個億的 那就是二十多億的一個人民幣 它是三點幾億的一個美金 所以它接回人民幣就是二十多億 所以它這個 現在的議期就是沒有錢做了 所以停工了 就暫時你現在看到的景觀 都是比較可以闊著一點的 因為它議期沒有錢做的話 就停在那裡 你也不用說會被高樓遮住 我們身後這個就是它這個信報啞怨 它這個外場來說其實都不錯 你看很多顧著那些綠網 就是它們剛剛裝修的 因為它是六月份才夠留的 所以現在那些業主才慢慢開始裝修 這些業主基本都是前兩年買的 一萬四左右的一個單價買的 所以它現在這個價錢來講 六千多一個單價來講 其實是真的性價比很高 沒有辦法打了對半的一個折頭 你還想它怎樣 其實怎麼說呢 事不宜遲 最主要大家看看它這個周邊的環境 那個路程 然後再去我們實體樓看看好嗎 待會見 我們剛才從營銷中心出來 就在對面這裡有一個新鮮超市 但這一排的配套全部都是半島一號的 我們再走進來看看它內部有甚麼配套 其實它這邊的配套是非常齊全 因為畢竟半島一號是一個百萬大盤 你看這些龍江諸腳飯 十五元吃出一個男人的浪漫 這些全部都是有的 做臉部也有的 還有這些養護中心 這一排的配套 底箱是全部開齊的 沒有一間是倒閉的 酒莊這些全部都是有的 五金全部都是Kili color的東西 這一排全部都可以滿足到你 我們剛才看的就是對面這個 前面一點點 好 其實你現在要暫時用的配套 只能用別人這邊半島一號的配套 這個半島一號是另外一個門出來的 我們稍後再繞一繞去一中三下 和半島橋 它這邊的一個位置 如果是駕駛電雞可能比較方便 甚麼Pizza 全部都是有的 你想要的東西最主要是新鮮超市 你有就夠了 它就是正對面了 有沒有見到 就正正對面的這個位置 你走到對面來 你就可以享受它這個配套 然後我們現在就從這個方向 反過來再重新介紹給大家看 它這個一中三 和天紅的時間要多久 這邊就是一條主幹道來的 車是非常多的了 所以我們真的要注意安全 如果在這邊的話 如果駕駛電雞這些真的要注意安全 有部車其實是最好的 因為最起碼你有個鐵皮包住人 你開部電雞就真的只有人包住鐵皮了 我們這一條路過的話 其實就不是說很多人 左邊的話就去抽牆政府中心 左手邊就抽牆政府中心 那一棟樓下邊就抽牆政府中心 我們稍後上樓上都可以看到 這一陣子就全部做這些教育機構比較多 因為這邊有一個清衡幼兒園 清衡小學 它都是中壘島的一個配套的學校 都是一個貴族學校 我的姊妹她就買了這個中壘島 她就為了給小朋友讀好一點的學校 所以買了這邊 所以它這一邊周圍的一些機構 就是這些教育機構來的 香港朋友其實這一邊都不用過多 去考慮它對它們有甚麼大影響 最主要這些教育 都是跟大陸人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香港朋友就注重溝通 溝通的話 其實沙田站的話十多二十分鐘 乘公交車就有半個多小時了 我是說的是開車的時間 左手邊你現在看到所有黃色 都是半島一號 右手邊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樓宇 金輝順布啞軟 就是這裏進去 外立面做得不錯 右手邊就叫這個 這個是不是獨輕字 三個金的月宇 我都不知道怎樣說 是不是獨輕月圓 這邊的配套亦都比較齊全 右邊都是有些底箱開著的 只不過你說要一些商戶配套 都是要去到對面半島一號 會好一點 前面這條路就叫不雲路 這條路是不雲路的 然後我們左手邊過去 就到半島一號 要前面過了燈區 過了燈區之後 那邊就沒有甚麼紅綠燈了 就是一條橋 過了一條橋就一中心 還有那個英之王商場 我們看看這個時間 又29分的 29分的時間 然後現在等著燈區 我們再過去看看一中心 其實這邊的車不多 直行的車就比較多 直行這邊不雲路的主峻道 帶車就比較多些 我們繞一繞這邊的環境給大家看 中壘道如果你想要其他甚麼配套 中壘道那邊都有甚麼泳池 格蘭雲天都是有手邊的 我們首先會先經過一個格蘭雲天酒店 都是五星級酒店 我們之前也有拍過片 說這邊一晚三百多元 翡翠生那邊一晚都要五百多元 所以都是五星級酒店 有三百多元的一個消費來說 是算很低的 其他民宿這些都要兩百多元 所以你如果有朋友過來的話 都可以說在那裏住 右邊這個就是中壘道的一個別墅區 有沒有見到 然後最面前我們前面這一棟樓 就是格蘭雲天酒店 就是剛才說五星級酒店 裡面有舖票 自助餐這些 還有無邊際的泳池 高爾夫球的話 右手邊如果想打高爾夫 右手邊可以打的 100米兔有視點監控 為甚麼有聲音 然後右邊過去 有沒有看到一中心那棟樓 對面就是一中心那棟樓 我先關個信念 然後這條路是低行道 你如果過來的話要走對面 然後現在過去的話就走這條路 這條路到這個 哇 汽車可以這麼快 前面那一座就是一中心的商場 如果平時想去喝東西 吃飯 那邊其實是很齊全的 前面這個就叫半島橋 晚刻那時就很漂亮 我們之前好像也有飛過航拍 可以叫佔測師到時鋪一鋪這個半島橋 這個半島橋也是今年才做好的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晚刻就給人家一個試用面貌 是非常漂亮的 現在31分才兩分鐘 前面兩分鐘就可以到這個一中心 我沒有說謊的 現在是實際行的一個路程 就是這麼近 五分鐘 英之王就右手邊 有甚麼鎖骨 KTV 還有木竹這些東西 是的 這裡就有一個登區要等下 你不等登區的話其實很快的 右手邊就是湖溫公園 湖溫公園我平時學唱歌是右手邊的 那邊也有很多這些教育機構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這裡就反過來 其實可以見到兩分鐘 是一定到得到這個一中心的 阿滿就不過去了 然後我現在就反過來 帶大家去看這個樣板樓好不好 我們待會見 阿滿現在就上去8棟的樣品樓 這裏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8棟 它是2升5伙的 待會我們要看的 賣的2、3、5、5、5 新加推的5棟是2升4伙的 但是這個最小的85伙 新加推的那一棟 5棟是沒有85伙的 這裏2升5伙 可以見到 除了這3個樣品樓之外 另外兩戶都是賣掉的 好像右邊這102戶型 都是賣掉的 都是85方 現在業主就開始裝修 因為他們是6月份溝樓的 所以現在才開始進來裝修 我們來看看這個戶型圖 其實這個戶型都比較方正 都是比較正規的一個3房 可以進來看看 因為無闢溝房的 我們都不用太多去介紹它 這些就是它現在裝修好的東西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裡我裝了中央冷氣的 就是它這個位置 但是你後期看自己是否需要裝 圓冠櫃的位置其實是夠闊的 你做一個鞋櫃 就像它這樣做一個鞋櫃 圓冠櫃完全沒有問題 再過來看看廚房位 廚房也是做了一個L字型的廚房 然後這裡有一個預留了雪櫃的位置 都好像我說的 廚房做在門口 人家旁邊的人都可以聞到 它有飯菜輕 聞到都想吃 起床到現在還沒吃東西 很餓 這裡就是一個餐廳位 它的廳其實不大 客廳一看 這裡就是3米5一個開間 餐廳的話 但是你移出一點點來 六人位是完全沒問題 它現在是做了一個四人位 層高也是夠的 因為它做了一個吊頂 沒有做吊頂的話 這個層高是有3米的一個層高 再出來看看這個羊腿位 其實是米另外一邊的 這個就是別人的輕月雅怨這個樓盤 左邊過一個給大家看 左邊的黃色的 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半島一號的樓 它的位置就是兩格 所以好像我說的 它的性格比就會高很多 我們穿過來看看這個 環繞一下這個環境 3米半的一個開間 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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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實用率其實是夠的 這裡它是設計做了一個三段式的乾室 看你要不要這樣設計 這樣設計的話 其實空間會節省比較多 有東西都方便一些 因為你有三房的話 你不敢做的話 其實其他人是不夠用的 這個只有一個洗手間 我們再過來看看這個第一間房 採光都非常不錯 我們稍後看 都是看另外一棟 所以這一棟說朝向也沒甚麼用 我們稍後去到實體樓 再告訴大家這個朝向 採光是非常不錯 你看它的設計 也利用得非常好 做了一個塌塌米的位置 然後墊高了這個床 這邊再做了一個書櫃的位置 小朋友住了夠的 我們穿過來看看 這間就完全是書房 床完全沒有想著預留 你如果後期自己弄的話 那床加上飄窗的位置 飄窗是打不到的 連同飄窗位置 這咪半床是沒問題的 所以這個冷氣就不要這樣放 不是滴對著很容易中風 這個冷氣對著來吹很辛苦 頭痛 我吹一陣我也頭痛 這個就是主人房位置 主人房是夠大的 大家看看 主人房它這裏都有十幾個房 它這個長看 不過無區交房都不用理它 它這裏都是當時 幾年前做好的一個 一個養品樓 所以全部都是回起來 但是它這個採光其實都是很不錯 你不要看它旁邊有樓 但是它在樓下 採光一點都不影響 只不過我們賣現在賣不是這一棟 我們待會去那一棟給大家看看 它這個採光和這個景觀 這個八十五磅的 阿門就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價錢 它這個最便宜就是6700 6700一個單價 然後它有些特價房源就是6800 如果你要高一點樓層 因為它這裏的樓層越高越貴 均價就是7000左右 你可以選低的 低的便宜一點 我們再計算一個價單給大家 首期的話都是付200元就可以了 然後月供的話2000左右 看如果你低一點樓層的話 1900元也可以做到的 那好吧 稍後我們再看看其他的戶型 然後再一起帶大家去看看 它這個食體樓 這一邊兩升五房 這兩個是85方的 右手邊那個就是95方的 我們先看95方 左手邊它就是116的 我們先看95方 95方進來04、05都是95方 但是這一戶都賣給別人了 你看神迷的複製了 我們來看看95方的這個戶型 這個戶型其實都是還好 這個戶型它裝修得都看起來 它實用率是比較高的 這裡它也製造了一個懸關貴 鞋櫃這些 你如果不製造的話 這裡就真的很闊 你製造其實空間都是足夠 還有這個密碼鎖 這些都要跟大家說一下 每一全部都是交標 每間房間都有帶美的牌的 一個指紋匹卡密碼 質量也可以 這個防爆這些門 廚房位 廚房位它就製造了一個L字形的廚房 都是比較靠近門口 兩家人可以避下誰做的飯菜比較香 這裡就是一個雪櫃的位置 它這樣設計 雪櫃只可以放單的三開門 這樣也沒問題 這裡再加一個招門 我們再過來看看 這個都是客親一看 客親一看這個開箱有三米八 三米六七 這樣沒有到三米八 因為加上長體 加上長體就有三米八 95方來說這個空間其實都還可以 三房兩位的 大家看看 我們再過來看看這個羊腿 這個羊腿它是望正這個花園的 它現在賣左邊這個五棟 你看有些鋪了六網 它是適合裝修的 右邊六棟是之前賣的 之前賣小的 它現在沒有樓層可以賣了 所以它現在賣的二棟三棟 以及新家推的五棟 就有樓層 有些人多少可以選擇 這一邊我們現在用樓層的位置 就基本沒有了 我們再過來看看這個 這個入面內櫳的位置 第一間房間 它的空間其實都挺大 你看看 這裡是貼在飄窗位置 做進去 如果不貼 或者做低一點 做到這個價格的位置 這裡還有很大的空間 做一面牆和衣櫃 這些完全沒有問題 做個書櫃 小朋友住這些 再過來這裡就是一個洗手間 公共洗手間 它設計得 但是還是算挺合理 我覺得 不會說很差 而且它的實用率都挺高 只不過 它爭就爭在這裡 不帶裝修溝樓 所以我覺得 有些朋友可能都不喜歡裝修的 亦都有好處 這個性格比是高的 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它是做了一個書房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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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引...引...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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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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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房那樣 你放一些你喜歡的東西 機房這些都可以打一下機 我們再過來看看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的話 這裡其實是有面積的 但是你用來做這個衣� 我覺得就好像有些 衣櫃就好像有點阻礙住 所以你那裡也不要弄它了 這個什麼 洗手間 洗手間的話 採光都不錯 都是望遠林的 望遠林的小區內部路 這裡可以做回一個 零形的一個托門 空間的話就不是特別大 因為剛剛好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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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主人房的空間 這是做了一個... 這是米八個床 米八個床 你如果想做大一點的話 你那邊就做一個衣� 然後三邊下床是沒問題的 是吧 景觀呢 都不用看了 因為是五米的 不是這裡 就帶它給大家看 我們再過來跟大家說一下價錢 好嗎 這個九十五方的話 它這個單價也是六千七到七千三的 都是具體看樓層 你越高的話越貴 越低的話就越便宜 它這個總價的話就六十四萬到六十七萬 月供首期付兩萬元 都是付兩萬元就可以了 月供的話就兩千三 因為你總價欠兩三萬 你月供算起來的話 差不多一個月多幾十元 十幾二十元 所以沒有什麼替代區別 這些價單 我們待會也會叫 展測師鋪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清楚一點 還有一個116的護形 我們也去看一看 116的話 它是可以做到南北通透 再加上一個橫天設計的一個護形 但是有帶橫天設計的一個護形 也有一點點不好 就是這個門正對著這個大門口 這個門口直衝著主人房的位置 所以看大家會否介意這一點 我們進來看看 這邊就是獨門獨戶 自己的一個空間位置 再過來的話 它是做了一個圓棍櫃 圓棍櫃、鞋櫃、這些東西 買包包、車士等 門都是一樣是一個交標 本身的設計圖 這裡是一間房 不過它的開發箱 它就把它打通了 做了一個茶室或者書房 這樣的一個位置 有點像那個剃東紅樹 只不過別人的面積大很多 這個它利用得很好 你可以不要這些打掉它 因為它這邊本身是一棟墻 可以打的 開發箱就做了一個橫天設計 但是這裡有一個屏風遮住 做了一個橫天設計 而且都是南北對流的 大家可以看看南北通透的一個圓形 我們先看看這個廚房 待會再看這個羊腿 廚房是很便宜的 因為116方的廚房算是很便宜的 3、4個人 4、5個人進來煮飯 都完全沒有問題 是吧 L字形的廚房 這樣的設計其實我覺得可以 然後這邊再做一個架 放些油鹽醬醋 再放雪櫃的位置 都沒有問題的 我們來看看它這個生活陽台 生活陽台都是看完南北景 因為我們現在是三樓的位置 所以它看出去的景 就比較低一點 你如果要選這個圓形的話 我們稍後去那邊實體樓去看看 你可以選低一點樓層 但是這邊主人房 不是 主人腿 主人腿看出去就有呂布路 以及看別人的這個溪月月園 這個小區 它這裏入住就一般 不算有很多人住 但是它底下的雙圈其實是夠齊的 這個開間就3米 3米9左右 3米8、9左右 過到這裡 如果是把它造成橫廳的話 這個開間就有7米 6米多、7米 做一個橫廳 又可以南北通透 其實是比較舒服一點的 如果餐廳就閉了一點 餐廳這裏可能還有3米半的一個開間 你放四人位、六人位其實都可以 但是你要移出一點點來 人不多的話 四人位放在這裡會好看一點 我們看看這個公共洗手間的位置 公共洗手間的話 它就有一個飄窗 有一個大飄窗 有些朋友仔可能就會介意 但是我覺得來說 反正可以傳送的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你利用回 做一個櫃、架這些都是可以的 無皮膠房這些 你都不用過多介紹 大家如果喜歡這些裝修的話 都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交給我們 為肥水不留外人田 我們都不會賺你太多錢 這些跟我們熟了 這些裝修交給我們 你們都可以放心 一條龍服務 你們不用過來 我們每天去幫你 夾著它這個工程進度 這就是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的話 它這個飄窗 都是有一個飄窗 每間房都是有飄窗位置的 你看你有沒有加密 好像它這樣 加個煎 在這裡喝茶看書 其實是很舒服的 床的話 它是放了半個床 就可以在三邊下床 在做衣櫃的話 你就切走一個床頭櫃 你三邊下床 依然都是可以做到的 這就是第三間房 因為客廳的位置本身是一間房 剛才是第二間房 這裡就是第三間房 你如果不計算客廳的位置 其實這裡就是第二間房 可以做四房做三房自己選擇 因為無屁的話 就多功能選擇 自己想怎樣做都怎樣做 都挺好的 飄窗也挺闊 就好像它這樣黏在一起 你一個人住的話 放半個床 然後這邊下床 其實都沒有問題 再做一個書櫃 做一個書櫃這些 主人房就是主人房 這裡 因為它是直衝著這個大門口 可以數一數給大家看 所以就看大家會否介意 或者你這裡反正 你也是做一個衣帽間的位置 所以這個門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不是直衝對著床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我不太懂得風水 只不過我個人的建議 大家可以自己考慮一下這些 就看你會不會計算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主人房的一個空間 也是挺大的 主人房 其實也算挺大的 你看飄窗這些 飄窗就真的大了 飄窗有臨浴間 可以面積這麼大 這裏要做一個全身鏡 一整廢鏡我很喜歡 化妝也化得漂亮一點 我們再過來看看 這個主人房的位置 主人房都是全部有飄窗 放兩米的床是沒有問題的 看你需要不需要這麼大床 然後那邊做一個衣帽間 做一個衣櫃 這邊都是看內部路的景 我們去實體樓跟大家說一下 先說一下這個價錢 116這個總價 是85萬到90萬 這個單價是6888到7900一個單價 這個護營的單價會比較貴 都是毛皮裝修 不是毛皮膏庫 因為如果你想要正常首期的話 就13萬 但是你如果想做低首期的話 就給2萬元首期就可以了 月供的話3千元左右 替款的話就是72萬 72、3萬左右 但差不差 我們都鋪回一個價錢給大家 因為它有一個低首期和正常首期 正常首期的話便便宜多2% 但如果你低首期的話 它便要多收2%的首續費 其實100萬的話便收2萬 這個意思 沒有甚麼大問題 因為其他放在月供 現在利息由這麼低 我們看看實體毛皮的景觀 以及樓層多少 我便計算那一套的 戶型給大家 那一套的價錢 以及景觀拍給大家看 待會見 阿門現在就上來這個新家推的5棟 它這5棟是2升4個 後面這2個是116方 我們稍後再介紹一下 我們先小的95方開始介紹 這裏只有2個戶型 95方和116方 85方這棟是沒有的 你看它這個毛皮膠房 但是它膠標的這扇門 密碼這些全部都做得不錯 我們先去看看 這裏85方這裏全部都是朝西南向的 採光是非常OK 廚房也過一個 因為毛皮沒有甚麼好介紹的 我們再看看這個景觀 這邊就是朝南 其實它有少少偏西 因為現在這個點數是2點鐘 2點鐘它這個太陽有斜著過來 但是不會細回你的家裏面去 警官來說 我們現在是20樓的樓層 所以它看過 警官是比較遠一點 但是就會被前面這個 這個半島1號的樓遮住 那一塊就是它這個 半島1號的別墅區 左邊那一塊 還有它 最高頂的可以看到 一中心有沒有看到 有少少頂樓出來那裏 左手邊下邊白色那裏 就是格蘭雲天酒店 我們前幾天有拍了一條 半島1號的影片也有介紹那裏 那這一塊全都是它這個 就是它這個金輝順暴花園的小區 這個灰色的就是它們這個小區 我們過來看看房間的朝向和景觀 這個就是三房兩位的 第一間房的景觀也是土雪陽 西南向大這邊有替陽勢進來一點 無闢膠房 但是可以看到它的彩光是非常之OK的 洗手間就差了一點 因為它現在是太黑的一個黑牆了 第二間房 那這一塊地就是它 這個金輝未見的第二期的審分 金輝這個項目是之前停了一段時間的了 所以它現在是現樓 大家不用擔心 那兩棟資金有問題 暫時還未見得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現在有什麼遮擋 以後呢 未來五年之內 我可以保證大家 它這裡是不會見的 但是五年之後 我就保證不了了 因為看過它的開發商有沒有錢 有錢它就一定會見的 因為批了那塊地 全部都是他們金輝的 這個景觀網出去都是看這個半島一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116方 價錢的話 就剛才我報的這個價錢 關價就是6800到7300左右一個單價 我們過來看一下它這個116方的 815方的話 它現在剩下樓層就不太多 但如果大家需要的話 我都可以去拍一拍給大家看 這個第一間房間就是我們的橫廳設計 這棟場它是打了的 你如果不打的話 它這裡就是一間房間 就是這樣圍著的一間房間 但這間房間就有些雜 場是夠長的 但是就有些雜 你可以像它這樣做一個橫廳 我覺得會更漂亮 這裡也是像西林向的 是嗎 是西林向的 這裡它就可以做一個鞋櫃位置 毛坯也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可以讓你慢慢設計 這邊的話它就是一個 朝東北向的 這邊是西林和東北 這邊是東北向 我們面前這裡就是秋場政府中心 好像那個惠陽政府中心那些 那條路 門前那條路就屬於秋場路 所以它有政府的位置 就證明這裡是一個中心 只不過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 車是幾多的 但是什麼雙圈 這邊就比較少些 如果想要去雙圈的話 都是要去到半島或者一中心 這邊可以一中心的話 就五分鐘時間 其實是很近的 那我們再過來看看它這個 這個主人腿 主人腿就是西林向 看景點的話 這個是看圓林的 但是我們樓層高 你要這樣低下去 才能看到它這個圓林景 右手邊的話 就是剛才我說的 另外一期的產品 還未見的 那我們進來看看房間的景觀 廚房 廚房也不用 過一個 廚房 看出去的景點 都是往秋場政府這邊 對面那個黑色最高的 就是那個 好意康酒店 這裡其實是去這個 因為它在不雲路 和秋場路之間 所以去衛城也很近 我們去看看這個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 也是西林前向 看一些圓林的景點 你低下去看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是20層 你如果是低層一點的話 可能就看圓林會漂亮一點 但高層 看出去這邊的景點 是非常寬敞的 一點遮擋都沒有 前面都不會見樓 是別人的種菜地 是下面這裡 所以我們如果選擇這個圍形 選擇五棟 可以選擇高層一點 高層一點 看出去景觀漂亮一點 這個是主人房 主人房就真的大了 你選毛皮 就看得出它有多大了 是吧 但這邊都是朝西南向 現在這個點數 基本你這張床 放在這裡 就基本幫你的床實菌了 有太陽細分進來 主人房的洗手間 主人房的洗手間是這樣的 這邊都是看秋場政府 你如果是開著窗的話 它可以能不對留的 它就不會說 這個什麼 沒有什麼通風性 脫開了之後 它就要通風性 價錢再說回 這個116就貴一點 116的價錢 就要到6800到7900個 一個單價 對 6800到7900個一個單價 到時候鋪上這個價錢 上去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就下去介紹一下 沙盆那裏 介紹一下這個區位圖給大家 好嗎 待會見 先看完實體樓 和洋物樓 我們就下來沙盆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小區 其實不算大 它一共只有11棟樓 那麼多 但是它這個佔地面積 都有14萬個平方 所以它這個圓林做得都是不錯 是燕樓 大家都不用擔心 它說交不到樓 因為它在無批交房後面 你現在積米積辦 然後積出淨 然後你再去裝修 你就可以積住了 所以它這個燕樓 都是有這個保障 所以我們的樣板樓 就是八棟 我一直在說 我一直在說買的是二棟三棟 因為說錯了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這個八棟 它就是小高層來的 中高層23樓那麼高 以及這個六棟 它是26層那麼高 所以我一直在說二棟和三棟 其實它是六棟和八棟 六棟八棟 這個八十五方 就是這兩邊的 西蘭護營 西蘭護營 它這個就是 怎麼說 它的護營樓層就沒有多少 85方的話樓層 剩下一個十套左右 所以如果大家有看 這個八十五方 可以盡早過來看 但是它現在新加推這個五棟 八棟就有九十五方 和一一六方 貨源是充足的 這兩戶就是九十五方的 旁邊兩戶就是一一六方的 所以樓層還有很多可以選擇 這個可以先不用急著 你如果是看八十五方 可以先過來看看 我們現在的位置就是它這個營焦中心裏面 它樓邊兩邊其實就是有一個有底箱的 但現在底箱來說其實不是很齊全 你如果要齊全一些的話 我們來看看這個區位圖 往這邊區位圖跟大家介紹 你可能要遠一點才能拍到 這個就是順步雅遠 你在後面然後放大來看應該會好一點 看不看到 不是的話我們先叫一個檢測師 然後標一標字 這個位置就是順步雅遠 它是屬於一個北雲路和金秋帝道這條路的一個救濟柱 往這個金秋帝道過去就抽牆的位置 汽車總站和購物廣場就是往那邊方向的 你如果是走北雲路的話 它這邊就是一個格蘭雲天酒店和一個高爾夫 都是這個位置的 你如果是想去到一中心 你從北雲路這邊過來走東華帝道 左邊就是英之王廣場和一中心 三和醫院天雄廣場都是這個位置 其實它從順步雅遠過來的話 就是這五分鐘時間就可以到一中心的位置 其實它這個地段來說其實都不錯的 還有如果大家想坐地鐵的話 它有一個14號線 如果它是從這個到沙田站 從順步雅遠到沙田站的話 就行這個北雲路轉這個內雲路了 然後再行這個平山大道 白雲路這個平山大道 就到這個沙田站的話 全程就是15分鐘的時間左右 不會太遠的 最主要它這個政府中心 這邊都是一個衛陽區政府的一個中心 它來這個抽牆政府中心 其實它就是一個中間位置 行前行後其實它都是比較集中的一個地方 其實帶它呢 這邊大野灣帶到這邊我們就不能夠介紹了 大野灣過來的話 這邊最少是二十幾分鐘 有時要半個小時的時間 你這邊就享受這個抽牆的配套的 我們看完了 大家看看這個順步雅遠性價比是怎樣 你可以和它拿這個隔離的半島一號比 半島一號它現在的單價是七千多到八千多一個無闢交房 這裡它都是無闢交房 但是小區來說的話 盤就一定沒有這個 半島一號這麼大 但是它這個金輝信步雅遠來說的話 袁林住得會舒服些 人沒有這麼多 還有它這邊景觀來說 有些景觀都可以看到 半島一號它基本就看這個別墅 因為它那邊都有別墅多 價錢來說都是一樣低首期 然後自己看看這邊有沒有性價比 兩萬元首期就可以上車就可以入會 好 這一期阿門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看得對的話 可以聯繫阿門 然後細節方面的話可以我們再談一談 這一期就分享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有空喝茶 拜拜